各位網友大家好 我是鄺俊宇 今天是2022年10月30日 星期日 這節跟各位網友一起跟進颱風尼格 何時會殺入香港的近400公里範圍 若然這麼近 天氣又會大變 跟各位了解 令B商跟各位網友跟進奪命菌類被追的最新發展 有線新聞的報導 訪問到一位保安員 疑似曾經用相關的地下水暗口洗臉 結果後果相對嚴重 跟各位了解 令B商也講講香港各大最新的消息 在韓國人踩人的意外過後 香港專家亦提醒若然遇到這個情況 有一個姿勢可以補命 跟各位了解 講下去之前記得按訂閱 免費訂閱鄺俊宇的頻道 看廣告月長是對鄺仔最大的支持 充心多謝各位老友機 事不宜遲先看看這一則最新消息 根據經濟日報的最新報導 天文台說今晚至明早會發出一號風球 尼格在星期二日就會成為颱風闖入本港近400公里 報導的內容提到天文台在今天10月30日表示 熱帶氣旋尼格會在今天橫過南海中部 隨後採取較偏北的路徑 移近華南沿岸 按照現時預測路徑 尼格會在星期日晚上10月30日進入本港800公里範圍之內 天文台會視乎尼格的發展和動向 在星期日晚至星期一至10月31日早上 考慮發出一號屆備訊號 另外一股東北季後風補充會在這星期初抵達華南 受到尼格和東北季後風的共同影響 本港本周初至中期風勢頗大 尼岸吹強風 本周中期高地風力可能達到裂風程度 進行戶外工作、水上活動或行山的市民應該要留意天氣變化 天文台會密切監察尼格和東北季後風的發展 各位朋友要留意 這個風不是開玩笑 是會闖入本港400公里範圍內 亦估計未來會掛一號風球 至於會不會掛更高的風球 就要看看星期二當天的天氣狀況 另編商和各位網友跟進這一則消息 根據有線新聞的報導 朝朝開地下水、阿朗口洗臉 八田地盤前保安園去年染上惡菌 當中是腳關節前列腺隆腫 是住院2個月經歷4次手術 這位藍先生說 醫生也說九死一生 說他也算是幸運 報導內文提到 本港今年累計已經是34宗 濾鼻椎確診 重災區深水埗爆發源頭 都是未明 衛生署早前指 當中沒有一個患者 在驗出濾鼻椎菌的八田地盤工作 不過有線新聞接觸到一位患者 早在去年已經在攝氏的地盤工作 懷疑接觸到地下水過後感染 這一位濾鼻椎康復者姓楠 楠先生就說 我以前在這裡工作 工作了三年 每晚幾次的簽譜 楠先生在八田村重建地盤做康奸 去年底走路乏力 以為感冒 整個月都沒有好轉 捱不住 所以辭職 看過四間醫院 藍先生就說 幫我驗出是濾鼻椎 說中了一種惡菌 超級惡菌 我估計是在八田地盤感染 那裡的地下水 我每天都會開一些水 來朗口洗臉 有時熱天會用來抹身 很大層 每晚都是這樣 巡邏過後就回來拿紙巾 抹出一些黑色的髒物 感染這個 濾鼻椎過後 腳關節前列腺也有隆腫 住院兩個月掉鹽水 出院過後也有後遺症 藍先生就說 現在 膝關節也麻痺 未有力 我做了四次手術 這裡兩次滿布隆腫 都是這麼大 有時暴行就會有尿心 我原本若摸七十一公斤 最後六十公斤都不足 醫生都說九死一生 都說算你是幸運 剛好 藍先生工作的地盤一帶 最近採集的泥土樣本驗出 淚鼻椎 衛生署回覆查詢指 當時 是指今年確診的病人 事隔一個星期 有十名工人驗出 淚鼻椎 有抗體 就是這樣說 這位藍先生真是非常不幸運 不過說 他本來用了地盤的地下水 會朝朗口 洗臉 抹身 結果在去年 染上惡菌 醫生說他很幸運 究竟這個白田地盤 是否淚鼻椎的源頭 衛生署說過去一段時間 沒有人在這裡 中過蕉 不過有線新聞訪問 這位前保安員 亦意味著衛生署說錯了 衛生署期後又說 說今年 今年種類被追的人 沒有一個患者來自這個地盤 這樣也可以 結果這位保安員願意 說出他的經歷 亦意味著地盤的地下水 可能真的有古怪 另一則消息 根據星島日報的報導 韓國尼泰苑是人踩人 專家揭發保命關鍵 記住一個姿勢 參加大型活動也要注意 報導的內文是 韓國首爾尼泰苑 萬聖節派對 慘變成人踩人事件 震驚全球 截至今天10月30日為止 已經造成超過200人死傷 當中不少島地者面色蒼白 口鼻流血窄息死亡 如果發生類似事件的時間 應該怎樣自救 有專家傳授保命的姿勢 和注意事項 專家表示 如果遇到人潮劑湧 被人推著走的時間 可以雙手交叉在空前 慢慢向前進 或者捉緊附近的支撒物 預防跌倒在地上 雙手也要盡量撐開 留下一些緩衝空間 如果不小心跌倒在地下 無法安全暫立下 盡快抱頭 側躺並捲曲身體 傷室盡量向前屈 以保護自己的頭部 胸腹 和腹腔 保留呼吸空間 並緩衝人群 踩踏推劑的衝力 同時要保持冷靜 等待機會起床 而在有朋友同行的情況下 大家可以互相勾手 以狐狀隊形前進 防止被人潮衝散 雄國這宗人產人事件 震驚國際 相關的死傷數字 仍然有待最新的數據 本港有專家指 若然遇到這個情況 要盡量小心 若然被人潮推劑的時間 可以雙手交叉 在空前 慢慢向前行 但如果真的不小心被人推掉 那個時間就很危險 一定要保護頭部和預留呼吸空間 但怎樣說也好 這些意外往往都是電光 火石之間 希望這些資訊能夠幫助大家 另一篇雙亦同各位網友轉看另一宗意外的消息 根據星島日報的報導 旺角有一個17歲的少女 洗傷口變成燒傷腳 旁邊有人點煙 而淺 著了火走 報導的來文是這樣的 旺角一名17歲的少女 在今日10月30日早上 在男朋友的家中 以消毒火酒 為膝蓋洗傷口的時間 而旁邊有人吸煙 著了火酒 少女腳步被燒傷 送院自你 事發在今早7點半 現場是山東加28-30號一個單位 少女被燒傷過後 在男朋友陪同之下 送往在伊莉莎白醫院救治 真禍不單行 本來是用火酒來消毒 大家知道火酒很易燃 才可以 於是出現了那麼罕見的家居意外 相關的少女是送往醫院救治 希望各位網友多加小心 這些都是要小心的事 另一則消息 根據星島日報的報導 煮食煮出火 屋內男女因為煮飯的問題開戰 報導的來聞是煮食煮出火 兩名分別是57歲和48歲的男女 今早9點在油麻地炮台街 63號一個單位 疑似因為煮飯問題發生口角 期間懷疑肢體發生碰撞 在場人事健壯 恐怕兩人大打出手 連亡報警求助 警員文訊到場調停 經初步了解後 將案件列作9分處理 沒有人被捕 亦沒有人需要送院 煮飯也可以煮到那麼大的火氣 很難說 有時撞火的時間 兩個人 意見不合爭 打起來 旁邊有人報警 結果警方到現場 沒有人被捕 不過也是那句 煮飯而已 大家慢慢來 有時慢慢說 要用哪些器皿 什麼調味臉都可以慢慢聊 我是鄺仔 我們下節的影片繼續聊天 拜拜